谢谢bro,18为你打枪3 这盘粉丝给我带了两把无敌威猛大口径枪械 一把是SA58突击步枪 这把枪即使满击改装也有很高的后座力 但是它装填的是7.62x51的大口径子弹 很多狙击枪也是用的这种口径的子弹 当狙击枪的子弹装填在突击步枪里面 可以想想它的威力只能用两个字形容 扫猛 但是后座力比较高 一般用于近距离战斗 但是粉丝还给我带了一把MK18精准射手步枪 玩家们给它们起了个称号叫大炮 这也是塔格夫史上第一把能够一枪毙命的 真正意义上的狙击枪 装填的.338拉普阿马格兰的大口径子弹 装填最好的子弹 甭管你掺啥子护甲 一枪胸枪直接抬走 两个字扫猛 两把大口径武器远近都可以占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表演时刻 这个时候发现这把MK18没有弹夹 只能打一发 然后再压一发再打一发 开局先擦个油 遇见敌人不发愁 由于整体装备花费了一些时间 所以强点黄卡是有点慢了 如果机库或者逆旋有人出声 有概念会去搜黑卡 所以选择直接去拿个护杖加一首黑卡 开局思路一定要明确 理解到位万物皆可拉倪 我瞄的位置窗口换过去一个人 我瞄的位置窗口换过去一个人 两个人打掉一个还有个去了黑卡 看见大破的威尼没 压根不用瞄头 直接打凶枪就可以了 我打掉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啥 好像望着地面 有些人望着望着就没了呀 接下来的动作如果理解到位了的话 应该是可以看出来我在干啥 如果能理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沟通 看我们是不是想的一样 跑过去一个 跑过去一个 跑过去一个棺材包 能理解我这几趟跑的作用吗 我刚说的跑过去的人 是一开始打掉那玩家之前说的那个人 还在黑卡 听见他在黑卡裁铁 所以说他还在黑卡这个人 我也是架了一会儿 估计他知道我是大炮 不敢出来跟我对枪 所以我准备直接满过去 防着他在拐角卡我们 先扔雷探点 逼他走位 根据脚步声攀的位置 直接拿枪腰射打掉 打掉之后 一定先不要着急舔包 先清一下附近点位 看他还有没有队友 然后一直听见 红杆那边在炮火连天 现在赶紧挑吧 去参加战斗 毕竟拿着这么好的武器 那肯定要去干架才舒服呀 黑了头 黑了家 一直听见那边在打架 心里只想着马上过去 但是舔着装备 所以说先给粉丝送一趟 送完装备 立马去参加战斗 直接一发胸枪打掉 打掉这个人 立马看到下一个人 但是没有子弹 无法继续开枪 不然可能两年杀了 这枪打空了 有点黑 看不太清 但是听着这个大炮的声音 真的舒服 好爽啊 都是金钱的味道声音啊 因为我打的这个子弹是无价之宝 买不到的 其实我真的很想跟他们打一架的 因为我这个装备就是来干架的 但是他们不想打架 而且他们中间其中一个人碰见我三次 被我做掉了三次 想想那算了吧 不打了吧 过去找他们 人在打 哎呀是吧是吧是吧 是吧别打 别先先别打是吧 能听我说话吗 我前几天被你杀了好几次 那个买次 知道了 怎么就是你啊 人家怎么就是你啊 你几个人 碰到你我我服了 你几个人 我们还是我们五个人被嘎了一个 然后然后被你杀了一个 还有三个 还有三个 对我们都在我们都在里边 四个吧 你别把我给忘记了 我死了俩了 三个三个三个 一打我一打我我是水友 我被你杀后几次了 我我有牌的 行吧行吧不打了不打 不打不我踢到我踢到 我踢到给你送东西 我踢到 是吧我这边来美军了 我听到美军说话了 我来了 人生人走了 别打别打我在直卡 我在直卡别打别打 还能不能打 十八在哪儿 唯独 天罐的就是十八 是吧 18是 有力道 我感觉他 他要死 哦18走 旁边 我靠 后面我也是带粉丝整理一下背包撤了 这盘我只能说没打过瘾 拿着两把猛蓝枪的感觉 瞬间非常自信 所谓自信即巅峰 想参加18为你打赞的活动 可以来直播间 记得给18点个赞哦 下期见